有些人出去旅行時很容易出現水土不復的情況 這是因為我們中醫講求三恩制義 恩時、恩地、恩人 同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人在不同的環境應該要吃不同的食物 對應當地水土氣候 古代人由於交通不變 很少一些長途的旅行 而現代人可以短時間地穿舟過省 由於不同的國家、地方、區域、季節都有不同 生產不同的食物 而且煮東西的方法都不同 在我們去旅行期間可以接觸一些完全不同的食物 就很容易超過了我們自身承受的程度 而出現了水土不復的情況 如果我們很不幸 去到外地有水土不復 有很多症狀 包括柯藕、吐舌、發燒、全身無力 這些輕症我們可以用霍香正氣森去處理 但如果我們吃完霍香正氣森 這些症狀都沒有改善 就應該及早求醫了 我們要注意 避免吃一些不乾淨、生冷、未經煮熟 太過油膩、煎炸和不新鮮的食物 如果我們想避免水土不復的情況 平時應該要加強我們身體的正氣調養 特別要注意調攝脾胃 平時可以多吃一些有益脾胃的食物 例如藍藻、淮山、燃子、磁石、牧靈、小米粥等等 博藝肝球 bediene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